是6公里啊 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 挺长的吧 挺壮观的 我们已经在桥上了 大家看看这个桥 它是双向试车道的 97年国庆节正式开通的 很繁忙啊 大家看到桥上的车水马龙 车特别多 整个桥呢 长约3000多米啊 它是主桥1000来米 我们背面看一下 江西省人民医院就在那个地方 它这里啊 有一点啊 这边呢 倾向于是老城区 对面那边就是新城区 然后这个桥下 有个很好玩的东西啊 就是我刚才从那边上来的 从那边上来的 那里最起码 有几百个老人在那里 休闲唱歌的 下棋的 打牌的都有 特别有意思啊 很多很多老年人在那里 它这个桥 上面轿车或者机动车啊 限制是60公里每小时 这边呢 属于那个电动车 摩托车自行车行走的路线吧 就飞机动车 摩托车可能不能行驶啊 大家看看路面的情况 很繁忙吧 南昌也是个车多的城市啊 这下面就是干江 现在水啊 确实挺少的 水很少啊 那里啊 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江西的最高楼 南昌的最高楼 秋水广场 还有那个 绿地双双塔 那个地方 下面有个小游艇啊 我们再看一下 大家看看 上面这个桥塔 大家知道有多高吧 103米吧 103米 我走过的桥很多啊 像那个武汉长江大桥 南京长江大桥 重庆的嘉陵江大桥 东水门来大桥 朝天门大桥 我走过很多啊 那些都基本是在长江上面的 这里呢 是在干江 中国嘛 呃 大家都知道 地大无泊 所以说 江流多 那造成的那个桥也很多 给大家介绍一下 前面那个地方啊 是腾王阁 腾王阁 我已经去过了啊 所以整体来讲呢 看夜景的话 一般都是这个江对面的 好看一点 我们基本就到了那个 桥塔的底部了 八一大桥 如果水 呃 过春了之后 明年春天过了之后 雨水寄来了之后啊 这个水特别多 就好看一点了 我们以前还说嘛 夜游干江 夜游嘛 但是现在这个水 太少了 夜游可能就不好看 对面呢 可能就是高新产业 其实CPD 像前面呢 那个秋水广场 还有那个 南昌的最高楼 江西的最高楼 就在那里 那个是绿地桑石塔 我已经拍过了 再前面一点呢 那座桥呢 就是八一大桥 等一下 我们上桥去看一下 这八大一大桥 也非常有名 江西 南昌 有八一大桥 老的八一大桥啊 最早的时候是 是叫 中正大桥 是木梁结构的 然后后面呢 也是 南 其实整体来讲的话 看一下 它整个呢 是 57米多啊 其中下面这个基座 大家看到们 这个基座啊 是两层的 大概12米高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是 藤王阁啊 下面这个基座啊 12米 两层 整个这个楼 57米多 具体忘记了啊 这藤王阁 是怎么由来的啊 是 唐朝的时候啊 有个王爷 李元英建的 这李元英是 何许人爷呢 是李世民的弟弟 这个 大家唐朝历史 相当了解了 但是他建的时候啊 是属于唐高中的时候 永辉的时候 是这样的 有一点啊 这个 他后面建的 这个藤王阁啊 后面有个 藤王阁序 非常有名 是这个藤王阁 楼 名垂千古 等一下我们详细说一下 其实有一点啊 在中国历史上啊 只要保存下来的大楼 或者建筑啊 一定是跟当权子 当时那些王爷啊 或者藩王 他们大人物建的 然后有文人去 这样才能保存下来 都是有历史记载的 普通的楼是没有的 我们走上去看一下 好吧 因为我有点感冒 所以说话声音有点不一样 藤王阁 大家看上面三个字 呃 藤王阁 因 藤王阁序 名声大作 王伯嘛 王伯大家都很熟悉的 不过王伯啊 因年早逝 这个大家都了解 有一点呢 我发现呢 很多这种知名的古建筑啊 前面都有一些鸟类啊 这里有两只鹤 在黄鹤楼我们也看到 有鹤 那是黄鹤归来 这里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啊 大家有知道的 在评论里面说一下 大家看一下哈 这个 藤王阁啊 就在干江旁边 对面呢 是那个秋水广场 还有那个双支塔啊 就在那边 就是南昌的最高楼啊 大家都知道 特别是中国古代啊 对这个风水特别在乎 像我们常说的 帝王林 是吧 会选择风水很好的地方 同样的 他这种大楼呢 呃 也是会选择很好的地方 呃 靠山 或者靠水 你像寺庙靠山 像这种大楼 就在长江旁边 以及干江旁边 我们说的长江是属于黄鹤楼 所以这个特别注重 落霞与孤鹿齐飞 秋水故意长天一色 就在这个地方写出来的 就是一个艳影 那个王博 在这个地方做出 藤王阁序啊 就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场景的复原图 我们现在在看到这个 是砖雕啊 是一个门楼的砖雕 特别震撼 大家发现没有 它这个是原件的 就原版的 是明末清初的 也就是说 大概是三百多年了 初至安徽 主要展示的是 十来奉 宋 藤王阁的故事啊 其中呢 有王博 做序的场景 就是属于说 藤王阁序的场景啊 雕刻精美 特别 珍贵啊 属于上层之作 这个旁边有介绍啊 其实啊 江西也可以称为 人杰地灵的地方 你看 江西历代文武状元谱 就江西啊 之谱啊 诞生了很多状元 还有很多名人 大家都知道吧 像奥阳修 王安祠 真谱 还有那个 陶渊明 这都是江西的人物啊 1363年啊 朱元璋 在浦阳府 打败那个陈友亮啊 在这里庆祝胜利 在藤王阁 办理了盛大的宴会 就这个地方啊 朱元璋 所以朱元璋 也来过藤王阁 他这个藤王阁序呢 是根据什么来的 是根据书室 当年的手书 放大版的 开头是 南昌顾郡 宏都心府 这个藤王序 大家不知道熟不熟悉啊 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听说 能不够把这个 藤王阁序背出来啊 是免费的 就门票可以免掉 我估计现在很少 能有人背得出来吧 我们看一下 这到六楼 这里有个特殊的地方啊 大家看 九重天 然后这个 是一个房型的 就跟我们天井房一样 他这里是叫九重天 找井啊 就这个地方 还有一件特殊 我们 转口方向看一下 这个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是有含义的 九重天嘛 代表 至高无上嘛 还有呢 这里看哈 上面这是一个 圆形的 大家看哈 这些都是斗拱啊 从这样上去的话 是十二层 然后一圈 是二十四个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我们 呃 一年十二个月 然后二十四个节气 同样的 在哪个地方 还看到这个哈 二十四节气啊 在一般 在很多陵墓啊 那个有个阴壳线 也是代表二十四节气的 然后上面是圆的 下面这里是方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 天圆地方 就这个意思 大家了解吧 就这个哈 是九重天 至高无上